今年以来 中国与欧洲国家外交往来频繁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对欧洲方向的高度重视 在记者会上耿爽表示 在支持多边主义等问题上 中欧的立场和利益一致 今后也将会继续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为当今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 中欧都支持多边主义 都主张维护以联合国宪章 终止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都支持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都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都反对单边行径和贸易保护主义 这是中欧面对风云变换的国际形势 做出的战略抉择 也是双方对人类社会应有的历史担当